再善良 也不要相信你身边这两种可恨的人 以后遇到了 你一定要远离他们 尤其是第二种人 我都不好意思说 但是为了你 我还得好好讲讲 每个人身边都有 只是你不知道 记得点赞收藏 时不时再看看 第一种人 心术不正 诡计多端 总想算计别人的人 这种人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爱占小便宜 还总想着不劳而获 而且心胸还特别的狭窄 做事总爱投机取巧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可以千方百计 想尽各种办法 不择手段 你身边要是有这种人啊 一旦发生了利益冲突 即便以前你帮助过他 他也一点也不顾你对他的好 还有可能分僵仇报 做人 不要总想着去算计别人 人在做 天在看 贪小便宜 吃大亏 算计别人会得到报应 没有人是真的傻 你赚到的 骗到的 其实啊 都是别人让给你的 认同的先点个赞 第二种人啊 就是狼心狗背 两面三刀的人 这种人啊 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种人在你面前说别人的不好 也会在别人的面前背着你说你的不好 这种人会把你的关系弄得一塌糊涂 碰到这样的人啊 你一定要离他远点 离得越远越好 不要给他留一点损害你的机会 更不能让他给你添乱 好好珍惜你身边善良 有正能量 对你好的人